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公元九年一月十五日 全臣王莽终于不甘慰及人臣 登上了象征权力的皇位 并推行新政 但王莽脱离现实的新政 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边境冲突及经济崩溃等种种的问题 也造成了极大的动乱 正因如此 在公元二十三年十月 这陆林军攻破帝都 王莽也死在了乱兵之中 那王莽死后 其首级被悬挂在晚市之中 遭万民唾弃 而后成为历代皇室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足足存留了274年 然后一场大火灰飞烟灭 那么王莽首级究竟有何特殊呢 又有何重要之处 为何会被历代留存如此之久 其实纵观背后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汉王朝 皇室的愤怒 众所周知 这汉朝分为东汉和西汉 而王莽正是拦腰斩断汉朝的利剑 在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记中 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刘邦率重起义之前 曾在路边遇到一条白蛇挡路 当时身边的人都认为是不想执照 想折身而返 但刘邦却高呼 大丈夫独捕天下 有什么害怕的 所以借着酒劲将其拦腰斩断 事后刘邦听到道路的后方传来老妇人的哭涕 士兵询问其原因时 老妇人却称 我儿白弟子变成蛇盘在路上 被赤弟子杀了 此事让刘邦心中大喜 自此以赤弟子相称 此事更令沛县轻壮踊跃来头 不过在这个故事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刘邦斩白蛇后 曾梦到一条被斩断的白蛇 白蛇称 你斩我哪儿 我就还你哪儿 你斩我头 我就窜你的头 你斩我尾巴 我就窜你的尾巴 你斩我中间 我就在你中间窜你朝 王莽的出现 似乎正如传说所述 他借助皇室对他的荣宠与信任 将汉王朝拦腰斩断 更因此屠灭了不少皇室之人 这件恶性事件带来的影响和结果是灾难性的 要知道汉朝皇帝登基基本离不开母族外妻 对皇帝而言一般人造反自然很难得手 但对大权在握的外妻来说 却是轻而易举 有了王莽起头 如果外妻不想让皇室登基 或者是想换个皇帝 又或者是想自己做皇帝 那可怎么办 此外从各种角度来看 那往往都是大汉的仇人 而在面对仇人时 根本不必讲究体面 什么样的刑罚最残酷 就动用什么 那汉朝时期 当时天下巫蛊成风 从汉武帝因巫蛊事件是连废两后 甚至是误杀太子可以看出 这巫蛊在当时的分量 同样的让王莽永世不得超生 也是汉朝的想法 据相关资料显示 王莽被分尸以后 刘秀让工匠取黑漆 刷于其首级之上 接着又找来当时最有名的巫蛊大师 进攻对其做法 随后这工匠们 削去王莽首级的皮肉 只留肝骨 让诅咒永存 也令其永世不得超生 那至于收藏其头颅 一方面是因为其拥有特殊的意义 一方面也是为了牢记教训 而在后世的流传下 该头颅因怨念太多 甚至还被历代帝王当成可以辟邪虚煞的吉物 一直小心保存流传 不过可惜的是 有传言称他在禁汇帝时期 因为一场大火 已经焚烧殆尽 找到他所存在过的痕迹了 我是羊堂主 关注我 七七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 请订阅 请订阅